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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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是多麼心愛香港這一國家 今天是2023年5月31日,繼續跟進《Abadouille Abadou himen》。 話說國際特赦組織早前的《Amnesty》,就說到,上一回, 這個 飛往香港的途中 整個過程飛往香港途中的意思是由南韓出境 然後就飛去香港再由香港入境 理論上是這樣 而中間那個過程牽涉到的是出境入境 而據他朋友所稱 有人就說匿名不用理他各樣 國際特赦組織 雖然早前是被人滑了 做了一些AI圖各樣 據稱 很難的 就等於CheckGBT 有個律師走過去拿那些Cases 結果CheckGBT給那些Cases 肯定是對的 然後也是錯的 被人滑了 但是人家都會考證 而今回似乎有低調行事 我說了很多人的猜想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自己有一點想到的 而且是很有說服力的 待會再說 好了 我們先看新聞 話說維吾爾學生 全抵港之後就失蹤 國際特赦組織更正 當時人未到港的意思 未到的意思是什麼 未入境香港 在停歧坪 在飛機上面 還是飛去不知哪裡 那韓國 即是南韓 飛往香港的途中 閃走了 還有很特別的地方就是Appadue Valley Appadue Human 從未真正現身過 特區政府仍然是惡人先告狀 希望組織鄭重道歉 大家如果還記得 燕臨媽媽是突然之間出現這些 而同時之間 這裡也出現了一個大學教授 所謂的大學教授 詳細新聞報道內容 國際特赦組織26號時候就說到南韓的留學學生 Appadue Valley Appadue Human 就來香港探望朋友這樣說 10號抵港之後下落不明 他又引述了 朋友指那個學生呢 就透露在機場那裏 被中國的警方審問 好了 來到這裏 那他朋友有沒有提供助證呢 國際特赦組織那麼兒戲呢 人家說他就信嗎 不可能啊 至少都會有些截圖 是吧 特區政府第二天就說言論不實 說該名人士沒有入境紀錄的 沒有入境紀錄可以很多可能的 在入境前已經遭到毒手 而韓國的媒體呢 突然之間就跟進 說市主是安全身在韓國 去到30號 國際特赦組織又發表這個跟證的聲明 表示呢 就跟這個抵港失蹤的維吾爾族學生聯絡 確認呢 他是沒有去香港 其實你不是應該 向這個Appadue Valley Appadue Human去認證 我想說 現在他身在何方呢 這個才是最重點嘛 同時之間呢 你不應該跟Appadue Valley Appadue Human去求證的 原因很簡單 當如果他被人劫持的時候 有口就難言的嘛 最簡單的方法其實是向南韓那邊呢 就取問這個出境紀錄 看看有沒有Appadue Valley Appadue Human這個人的引名嘛 是吧 這麼簡單 但是我們繼續看國際特赦組織說什麼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就說到了 跟Appadue Valley Appadue Human聯絡到 得知他沒有前往香港這樣說 跟組織之前呢 收到的訊息是相反 那網絡就說到了 會不會是炒車呀 金煤 有機會的都 我們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還有更加多的資訊流出 其實國際特赦組織呢 理論上應該公開到底他查證過什麼先啦 我們都不是幫了國際特赦組織的 但是既然呢 作為一個國際的組織 最好當然都是講過他查過什麼啦 目前最好的方式就是查證 這個南韓的出境紀錄的 你說什麼都是假 他到底有沒有出過境 他的朋友是不是生安伯做的呢 所謂的朋友啊 還有 幹嘛要捏造一個這樣的事實 國際特赦組織是完全 即是你最多只能夠說 Abduwari Abduhiman的朋友呢 就惡搞了的 國際特赦組織不會生安伯做你的嘛 生安伯做你的幹什麼呀 有長老呀 不會的嘛 證明自己存在價值 不會的嘛 你當人家什麼呢 就這麼簡單 還有 人家懷疑你 當然是因為你惡冠滿盈嘛 犯安類類嘛 之前有李波事件 林榮基事件 你當這些小啊 是外國人不懂的 最重要一樣東西啦 全正人 全打監佬 全來福那些嘛 說謊都不會說 是不是呢 你前面那些就很肯定是謊言篇的了 所以人家就懷疑你啦 你說謊言大大壓 後面的 例如這宗 Abduwari Abduhiman 到底這宗是怎樣呢 有幾個猜測推上 但是講了怎樣 其實都事隔幾天啦 他本人都不出來澄清各樣那堆東西 都是很被動的方式的 同時間啦 你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你沒有向那間大學求證的嗎 你又沒有向那個朋友 拿那個聯絡電話的嗎 你沒有第一時間聯絡到Abduwari Abduhiman的嗎 所有的種種都令人非常之 覺得奇怪 那講回Abdu先啦 哎呀 很長啊 個名 講回Abdu先啦 Abdu是體育系學生 那些 Entertainment 那韓聯社就引述一間叫做 南韓國民大學體育學院院長趙玉賢 名字挺有趣 趙立堅的朋友啊 他就講到了 阿北都就沒有來香港仍身處南韓 那我們其實是很應該求證 並無前往香港這六個大字 求證一下就可以了 向這個出警署 仍然身處南韓可能是的 有機會的 放回去就可以了 有些痛腳握在手就可以了 那以及趙玉賢又講到了 自己經常是會指導阿北都的 所以經常跟他聯絡 就不知道為什麼會傳出他失蹤的消息 那由於他僵人的身份啊 就令到很多人打了拿鼓啦 很簡單 因為中共一直都在追捕那些海外的維吾爾人 不知道為什麼啊 得罪他嗎 由於事件牽涉到香港的時候 那就算中共真的想抓人 就像李波林榮基那些那樣 有機會的 放回去人 李波林榮基也放回去 是不是 可以的 所以他身處南韓這件事 那問題就是你追不追尋下去 追尋下去呢 就求證南韓那邊那個出警紀錄 那但是這一點呢 你又要看一下喔 對阿北都本人是不是最好 有機會將你軍的 惡人先告狀 說你誣衊他 要你道歉 那國際特赦組織 現在處於一個非常之尷尬的處境啊 認又不是 不認又不是 一向的啦 人家挾持了人質的時候啊 你可以做些什麼呢 抓警就命啊 除非你不理行國際特赦組織的那個責任 義務 是去保護他們啊 那現在就是啦 你寧願犧牲少少的明星reputation 還是寧願怎樣呢 那我相信他都是後者啦 寧願保護當事人 挺有趣的就是呢 中共啊 它allow這個新聞頭條啊 播行這個維吾爾 然後在那裡大肆評擊 又說國際特赦組織抹黑他們聲淚俱下這樣啊 所以 處境二有機會就是呢 中共特地找一個所謂的朋友啊 啊 然後就利用一些 只有他們有啊 官方的那樣的 official 所以國際組織都拿東西 利用一些 入境處的資料啊 就令到國際特赦組織呢 輕易地採訊了 跟著報出來的時候就公信力大失了 那這個呢 就是fake news 的技巧啦 可以的啊 特赦那些fake news 煽你啊 所以國際特赦組織 今回呢 炒蝦拆下原因就是因為他沒有求證過南韓方面的出境紀錄 所以知道啊 無論中國也好 香港也好 甚至乎來香港的班機啊 你知道啦 有個名單的嘛 那令人 那些叫幸運大抽獎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輪到你 他也是要做到這種這樣的寒蟬效應而已嘛 但到最後啦 都是那句啦 Hello Hong Kong Happy Hong Kong 是非常之成功的一回事啊 你看一下 萬成的母女來到的時候 又被人騎了這件真實確切的嘛 鄧燕娥 李卓人之妻 被人騎走了 啊 似是防範 是吧 不過護照就被沒收 啊 這個都是真實確切的嘛 日本的女流學生 亞暴致子的學生 又是啦 讀不到書啦 回到來被人騎走了 這些全部都是Hello Hong Kong Happy Hong Kong 啊 就被人happy了去 那你說啦 比加超是不是很成功啊 Hello Hong Kong Happy Hong Kong 有些人說不是啊 他搞經濟 搞錯了啦 明修棧道 暗暴陳倉 咦 陳倉是個人 暗渡陳倉搞錯了東西啊 就是這樣啦 好啦 對於維吾爾人來說 似乎那個迫害是無日無知 於是乎呢 加拿大也都開始啊 應該是美國 需要他這樣做啦 實在太不人道啦 因為 加拿大需要接待一萬名的維吾爾人 這件事呢 對於他們未來都是好事來的 我不是說維吾爾人 我是說加拿大 即是好像香港當日而已 你接待完越南的船民 人家都 即是對香港人特別friendly的 啊 目前呢 加拿大是有一個小型的維吾爾族社區的 那裏大概有三千人 哎 這樣就非常之好啦 你說香港可不可以又整個這樣的東西呢 加拿大就大咯 可以做到咯 英國就未做到啊 咯 可不可以接待七百萬的香港人呢 批個蘇格蘭小島給他們都好嘛 整個小香港出來是不是 這個是由自由黨倡議 在無阻力下通過的一個議案 嗯 最神奇的就是兩強相遇啊 因為 但他們其實溫和一點的啦 你又不是中部那些 他們是屬於比較上溫和的回族來的而已嘛 信奉那些是伊斯蘭 就不知為什麼習近平這麼痛恨這件事啊 可能因為他們的阿拉真主那個信仰太堅實 結果呢 如果你要信仰第二個主 也就是習近平是你的主的時候呢 當中有很多的阻力 作為一個需要人家經常去膜拜他的聖主啊 小熊維尼的血與脈 所以就針對著那些僵人啊 Genocide 陰功啊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裏 和你關与我 rebel 都正在那邊 這裏 要先講到這裏 那裏 要先講到這裏 要好 好 也講到這裏 我們請講到你 看看 我 要先講到這裏